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第一次接受主教邀請我 擔任我們的第五十屆國家 國際聖體大會的國家代表師 那時候因為 中座國際聖體委員會要我寫報告 我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寫 後來問了主教團 當然主教就同意說 我們做一個全省的聖體敬禮的普查 所以我們就寫了七個 我記得那個時候因為 都還是用傳統的信封袋 然後把七個教區的信封袋都裝好以後 我就帶到聖堂 那我沒有真的放在祭台 我就放在我的身邊 然後就跟耶穌說 耶穌這件事情是你的 是要邀請大家來看看說 我們七個教區 對於聖體敬禮的 這個崇敬方式 現在到底到哪裡 其實那已經是2009年的事情 我相信現在已經 跟當時籌集出來的數字很不一樣 當時我們全台灣 一千個人當中只有七個人 有自己到聖堂朝拜聖體的習慣 然後呢 如果民工聖體呢 一千個人當中有13個人 至少還有13個這樣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6到13這裡 看到了一個轉機 雖然數字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們看見了 如果神父們願意推動聖體敬禮時 教友們會跟著一起熱心起來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們就在那個時候 從國際聖體大會回來 我們就組成了一個聖體敬禮推廣主 然後就從神父的樂推行開始 我們去跟神父們分享 當然就是推動聖體敬禮 很熱心的像普貴魚神父啊 白納德神父啊 他們一起去跟神父們分享 在推動聖體敬禮過程中的感動 那我也在這個過程裡面去 更深的看到 裡面過程裡有一個話 最感動我的是 其實推動聖體敬禮 也要有殉道的精神 這個是我很訝異的 就是我們要有這樣殉道的精神 因為有的時候你可能很不願意走出家裡 或者是覺得自己太忙 或者是有很多的事情 人事物卡住 但是要有這樣一個殉道的精神 說即使我奉獻生命我都願意 那時你就會很勇敢的走出來 然後到耶穌前 那其餘真的耶穌就會把這一切拿走 這是我跟另外一個 我們在敬禮聖體上 也很熱心的一個教會的姐妹 我們彼此分享 我們都有共同的體驗 就是耶穌會幫助我們 就特別是喔 你敬禮聖體時 耶穌會幫助我們 排那個生活的秩序 Priority 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哪一個可以等一下做 而不會我們什麼都想做 然後就忙到沒有時間 到耶穌面前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喜樂的事情 敬禮聖體對我有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是讓我喜樂中加喜樂 然後常常看著聖體時覺得 我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耶 大家都覺得我很忙 然後我常常跟大家說 我一點都不忙耶 因為真的在耶穌前 祂就是希望我們 讓祂好好的愛我們 所以來到耶穌前 最快樂的事情是 讓耶穌愛我 所以有一次喔 我在那個 朝拜聖體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動 其實也一直到現在 那個感動一直是在是 跟耶穌在一起能夠這麼幸福 我也好希望 跟我一起生活的人 都可以這麼幸福 其實我想也是因為這樣 像我在聖體經理推廣主這麼久 還是很有動力 就是真的很希望 大家來到耶穌面前 然後成為一個 幸福中更幸福的人 會不會再去年 你平安的地 會不會再去年 會不會再去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